其實你兒子當初 並沒想解除關係 到今天現在這個結果 你們實際上是解除了 您現在心裡咋想 我咋想 我都不吃他了 我不依靠他了 這念不還是在嘴硬嗎 他一點那事也不管我 我吃不上他 我生了病死的事他也管不了 有病他也不管 我賣不管不管不管我能吃他嗎 我只能我吃個小賣房 其實真要說這個事發展到 現在這個局面 你們之間解除了幾十年 這個父子恩情 說實話 基於一個誤會 我真的覺得太可惜 太遺憾了 您跟孩子之間就再沒有任何聯繫了嗎 我就是賣房 就是要賣房子了 賣房 我養樓 我不依靠他了 他也不是我的兒子了 我也不是父母了 在這之後他還 我管也沒有了 你們住的房 那都是我的名下 都是我的 不是你的 我得賣房 我賣房 我以房間養樓 我不賣房 我去世 我怎麼辦 我怎麼活 那當時您要賣房子這事 您跟他商量來著嗎 這個事他都不搞不搞多話 我們基本上誰也看不見誰 在賣這個房子的時候 這也為他這個入住協議 被他手裡了 我就賣不了 因為賣房呢 過這個國戶都需要這個 那我想問一下您啊 就是當時這個入住協議 就前面那個裝修的協議 您管孩子要 他不給您 然後那您怎麼辦呀 我就上法院吧 又上法院了 對 要上法院 您起訴什麼呢 起訴什麼事啊 鬼魄人物 到辭了這個入住協議 我們看一下當時的這個 民視裁定書 實際上還是駁回了您的起訴 其實這個判決書 希望你們能看到第二頁 你們看到第二頁 老人家他剛才說的是 這個房屋是他的 他就有權利賣 既然解除了關係了 這個財產你不是我兒子 你沒權利拿我的財產 我要養老 說的天經地義 理直氣壯 合情合理 那麼請看對方怎麼抗辯的 這個房子到底是誰的 入住申請表寫在誰的名下 差額補償款誰買的 宅基地使用權人 他是否是之一 92年蓋房屋 他那時候17歲了 他是否是產權人之一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呂律師剛才所說的這一段 那麼劉某和薛某 也就是說您的兒子和兒媳 對吧 他們兩人便稱呢 因為二位是和您存在收養關係 所以才會給了他們宅基地 才會建了房屋 所以呢也就是說 後來的這個樓房呢 也是有他們的份額 才是他的名字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房屋呢 他們認為應該是歸兒子所有 那個入住協議書 只有這套801是他兒子的名字 另外兩套都是老人家的名字 是這樣嗎 老人家 都是我的名字 說的是入住協議書好嗎 老人家 入住協議書是他的名字 對了 是一個沒有我讓他簽字 他就沒簽字簽字了 那麼你不解釋一下 為什麼三套你要把這一套入住協議書 寫你兒子的名字 一個他是我的兒子 是我兒媳婦 我跟他管理還出息期間呢 如果要不出息期間 我得讓他做 我得讓他做 差額是人家花錢交的嗎 差額面積的兩萬多 是兒子花錢買的嗎 這個 房屋有面積差 交了兩萬多的面積差額 是人家花錢交的嗎 這個我還怎麼知道 你又不知道了 不是你交的吧 這個是他交的沒關係 幹多少我給他呀 你說 其實你看所有的話 我們只要不聽你兒子表達出來 你永遠你都不承認 你就光說對自己有利的 就這些東西 我們是對你負責任的 就是這些東西呢 是有可能對你不利 那麼你不能無視他 你聽明白了嗎 你得有證據 能把這個反駁掉 你說都是你的對嗎 你得反駁掉啊老人家 對 當時呢也就說 老爺子在夏天的時候 又把兒子這個告到了法院 目的呢當時是為了要這個 入住協議書 但是呢這個官司呢 當時是被法院給駁回了 也就沒有支持您的訴求 對